日本电影《寻报》上的年度最佳 获奖无数的悬疑电影 以一个寻找真实身份的视角 来揭开每个成年人都有埋藏之深的丑闻和秘密 它就是每一句台词都暗含着玄机 看完后让你几倍发凉 后怕不已的某个男人 故事开始于日本的宫崎县 一个刚刚定居至此的中年男人 每天都光顾于街角的文具店 但也只是时而买块橡皮 时而买一只铅笔 直到有一天 男人终于鼓起勇气向文具店的主人李治表白 男人说自己叫谷口大佑 是新应聘来这里的伐木工 一开始工友们十分看不起这个看似柔弱的心愿 还从其中一个工友口中得知 谷口大佑是位于群马县的百年温泉老店家老板的小儿子 本就有些仇富心里的大家 怎么也想不通 好好一家温泉馆的少爷 为何会来小县城做伐木工呢 日子一天天地过着 大佑和离异后独自抚养儿子的李治组建了新的家庭 二人也育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名叫小花 直到四年后的某一天 依然坐着伐木工的大佑 在工作时突然脚一划摔倒在地上 好巧不巧的是 看到一半的树木也不受控制地落到了大佑身上 在大佑的葬礼上 一个同样姓氏为谷口的陌生男人来到了这里 原来男人是大佑的大哥 但是他丝毫没为弟弟的突然去世感到难过或是惋惜 反而是从头到尾都在数落弟弟的种种不适 可对大佑几年前离家出走的事耿耿于怀 只不过在祭拜死者时 大哥突然询问李治 祭拜台上为什么不摆放大佑的遗照呢 李治只好再次委托 曾为他处理过离婚官司的称呼律师解决问题 其一就是保险和赔偿金的问题 虽然谷口大佑的身份是假的 但是保险金一直都是李治的爱人 也就是这位暂不知姓名的X先生在定期缴纳 所以李治在日后会顺利地取出这笔保险金 其次就是这位X先生的真实身份到底是谁 为了排除X先生是整容后的谷口大佑 李治拿出了丈夫在世时 使用过的带有他毛发的体虚刀 梳子和牙刷等 但经过DNA比对 证明X先生确实不是温泉旅馆家的二儿子 谷口大佑 陈户想知道二人到底是从何时起互换的身份 或者X先生顶替的谷口大佑的身份 于是陈户来到这家温泉旅馆找到了真大佑的大哥 也看到了真大佑本人的真实照片 大哥说弟弟大佑离家出走了很多年 他最后一次知道弟弟大佑的消息是在几年前的大阪 于是他拿着真大佑的照片 去往大阪弟弟居住过的公寓询问 公寓管理员说 大佑的确在这里居住过一段时间 这说明在这段时间 大佑和X先生还没有互换身份 但也是从那之后弟弟便音讯全无 大哥推测会不会就是从那之后 弟弟就被那个冒牌货杀掉 然后顶替了谷口大佑的身份呢 不知为何 这个推测或是冒牌货的叫法 明显让陈户律师露出了难以掩饰的不快 随后陈户律师又在一家小酒馆里 找到了大佑出走前的女朋友美真 美真表示自己从来没见过照片上的假大佑 她和真的大佑从高中时期便开始交往 因为年轻气盛 所以二人经常吵架又分分合合 即使大佑失踪 美真也觉得只是这次是真的分手了而已 便没有再去找男友的下落 美真也好奇地询问 难道是X先生为了财产才会顶替真的大佑吗 陈户律师表示 互换身份也好 顶替身份也罢 都是有很多原因 不仅仅是因为钱 就在陈户一筹莫展之际 她的同事突然想起了几年前 发生在大阪的一起致命案件 一个被定义成诈骗犯的男人 曾经多次收受非法利益帮助他人互换身份 想到真实的谷口大佑那段时间也在大阪生活过 于是陈户律师迫不及待地去见了那名诈骗犯 比较奇怪的是 在陈户律师做完自我介绍后 诈骗犯却一直不叫陈户的名字 而是一直以帅哥律师的身份称呼他 好在当诈骗犯看到大佑的照片后 辨认出了对方就是温泉旅馆家的二儿子 也如实地告诉陈户 谷口大佑曾和一个叫做曾根齐一彦的人互换过身份 他也帮助过很多互换过身份的人 有一些是为了洗白过去 也有一些是为了逃离当下的家人和生活 也有一些在日生活的朝鲜人 因为本国人的排外 而悄悄换成百分百的日记身份 那么X先生曾经的身份就是曾根齐吗 但陈户并没有查到关于曾根齐的任何线索 本以为线索到这也就断了 没想到陈户律师和美珍的再次会面 意外地发现了X先生那不为人知的悲催过往 也揭开了二人互换身份的真实原因 为了找到男友大佑的真实下落 他以谷口大佑的名字注册了一个社交账号 甚至还时不时地以大佑的口吻发布动态 希望以此能够引出真大佑的现身 二人会面试在一个较为极端的画展上 因为这里摆出的 都是即将被执行死刑 或是已经被执行的死刑犯的画作 也是因此 陈户无意中瞥见一幅似曾相识的画作 一张短发 面部模糊的人脸画像 陈户曾在李之嘉 X先生遗物的画册中 见过与之十分类似的画像 而展出的这幅画 竟然是一个2003年就被处以死刑的男人画的 令人无比惊讶的是 这幅画的作者长相和X先生简直一模一样 作者名叫小林剑吉 34岁时抢劫社长加钱财 并且残忍杀害被害人一家三口 最终被处以死刑 可一个2003年就已经死掉的人 怎么会在几个月前又再次被大树砸死呢 不过 按照小林剑吉和X先生的年龄推断 二人很有可能是父子关系 于是 他在杀人犯小林剑吉的资料上 查到了他曾经有一个叫做大元的儿子 如果X先生就是大元 那么他与别人互换身份的动机合情合理 但问题是 真实的骨口大幼 为什么会愿意换成杀人犯后代的身份呢 成户律师来到大元最后信息里效力的拳击馆 也在馆长的口中真真切切地确认了 X先生就是死刑犯的儿子大元 虽然大元平时显得柔弱又木论 但一旦当他站在了擂台上 就会展示出与日常不一样的潜力 在馆长的心情培养下 大元很快地从一个小拳手打进了半决赛 就在他打完半决赛即将进入决赛的那个晚上 在接受完记者的采访后 突然听到远处有人小声地嘀咕了这么一句 痛苦的回忆和悲惨的童年阴影又再次起来 他深知一旦自己成为了新一代的冠军 那些记者和媒体就一定会挖出他更多的过去 于是他迫不得已放弃了冠军争霸赛 一直对他寄予厚望的馆长很生气地质问他 责备他 记得大元离开拳击馆前说过 因为自己和父亲的长相实在太像了 每次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样子 都会恶心到兔恨不得撕碎了自己 没过多久 就有人看到大元从天台上摔了下去 从那之后 拳击馆的人再没有查到大元的下落 听到这里的城户似乎已经明白整件事的真相 那天晚上回家后 心情极度地压抑 尤其当他看到电视新闻中播报民众排外的新闻 听着儿子玩耍时不断喊出的声音 妻子赶紧来质问城户 也发现了自从城户调查这起寻院案之后 整个人就好像变了一样 愈发的阴郁和压抑 第二天 城户律师叫来了李芝和珍大佑的大哥 讲述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城户真诚地告诉李芝 与他生活在一起的男人并不是因为犯罪才改变身份 仅仅是为了能够和心爱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毫无疑问 李芝并没有因为丈夫的过去 减少对他的爱和思念 但为了两个孩子的未来考虑 不能让他们跟随大元的真实姓氏 尽管在儿子心里 X先生也就是大元 就是自己认定的好父亲 也是在同一天晚上 珍大佑的女友美珍受到了一个署名为曾根祺的死刑 顺着这个线索 美珍和城户律师见到了这个真实的谷口大佑 只不过如今他的身份的确叫做曾根祺一眼 原来 X先生也就是大元 曾顶替过一个曾根祺的身份 在用曾根祺和谷口大佑互换身份 之后 大元变成了谷口大佑后来到了宫崎县 也和李芝组建了幸福的家庭 而真正的谷口大佑受够了父母的偏心 和大哥每天无休止的责备和羞辱 用曾根祺一眼的身份隐居在另一座边陲小镇 终于在这天 大元的继子得知了他生前的全部遭遇和过去 他也终于明白为什么继父会带他如此之好 也是因此 在他的心里只有大元才是他真正的父亲 也就如同陈户律师对李芝说过的那样 大元在宫崎和李芝一家生活过的四年 才是他真正的人生 陈户也开始接手其他的案件 日子也变得如往常一样 直到有段时间 妻子每天都回家很晚 在一次日常的周末聚餐时 儿子想要玩妈妈手机里的游戏 当妈妈去卫生间时 陈户无意瞥见了妻子手机里的消息 他故作镇定地吃完了这顿饭后 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几个月过去吧 一个男人坐在酒吧里 跟别人聊着自己的过去 他说自己有过两个孩子 一个13岁 一个4岁 自己叫做骨口大幼 父母和大哥都是在群马线开温泉旅馆的 只不过因为父母偏心 最终大哥继承了温泉旅馆 而这个男人就是曾经的城户律师 因为曾用过骨口大幼身份的X先生 已经去世 真的骨口大幼如今已是增根其一眼 所以 一直更换身份的律师 如今启用了骨口大幼的身份 其实在一开始 诈骗犯就已经说出了眼前这个男人 不为人知的秘密 原本他只是一个在日本生活的外籍人 直到拥有了日籍身份 即使诈骗犯虽然没有经手过 但是看到城户的名字就已经猜到了一切 城户在深挖X先生真实身份的同时 其实也是在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往 可能到最后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 因为他换过了几次身份 过着几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他和大元一样 都曾是X先生 也都是没有真实身份的某个男人 这种自我迷宫形式的故事 可以说是悬疑电影 或是烧脑电影 但我更愿意称之为 是一部优秀的心理悬疑片 而在这种悬疑的外表下 也揭露了社会上存在的种种问题 你我皆是X 我们身边可能也存在着很多某个男人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类悬疑电影 请继续关注 我是你们的科代表 我们下期再见 不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